12月31日凌晨 不凡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魂 我念了很多遍 真的心里想得咽一声的 我真的哀没想到嘴里说出来 喂一声的对不起 居老师居敬依旧这嘴以后 基本也就告别主持生涯了 走了远了 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 在主持一个节目的时候 就该有的准备 居然将艺人名字念错小编认为 这样低级的错误也太大意了吧 不过在补凡深夜 发出了向居敬依的道歉声明后 还好咱们的小姐姐居敬依 也是大大方方的在补凡的微博下 向她留言并原谅了她 居敬依补老师真的没关系 大概同为常被念错名字的人了 看到了居敬依这样谦虚的 接受了补凡的道歉后 想必补凡的心理也会舒畅的许多 据悉该事件事发生在此前 补凡在主持某节目时候 不小心将居敬依的名字的最后移 字一一字面错成了 喂 说实话这个字本来也不是什么常用字 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个字都是非常的陌生 从前我也认错过这个字过 可能大家都知道 360的董事长周鸿依的名字 最后一个字和居敬依的名字 最后一次一样 小编曾经对这个字也是 喂 后来再看了一场周鸿依老师的现场演讲后才知 到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连一引 不过在补凡得到自己错了以后 已是第一时间补救 并向居敬依道歉 之后低调的将居敬依的名字 持续重复念了几遍 而PLMM也是大方的原谅了 这个96后的新手主持人补凡 要不是补凡没有第一时间补救的话 可能这刚出道的新人 可能真的主持生涯 也该到此结束了 对于一个主持人将居敬依的名字念错这样的事 各位看官是怎么看待的